在心理學上有一種叫做條件反射 其實有些人會說 人和動物哪種才叫做條件反射呢? 大部份的條件反射 我們都會放在動物身上 有個心理學家叫巴普洛夫 他在實驗室裡面 用了一隻小狗 以及用了一隻骨頭 去做了一個實驗 他說單向一隻骨頭 又或者一隻小狗 這個叫做無條件式反射 最後怎樣才叫做有條件式反射呢? 最後他拿了一個鎚子出來 這個鎚子的作用在哪裡呢? 這個鎚子的作用就是 放在骨頭和這隻狗的中間 假設譬如這隻小狗 他見到這隻骨頭的時候 可能他會有一種流口水的感覺 但是這個科學家不讓他去吃 最後加上這個鎚子的時候 每一次一咄一下有一下聲的時候 這樣然後骨頭才拋給這隻小狗吃 長此二網下去的時候 當咄鎚仔 在狗仔的意識裡面 就覺得咄鎚仔就等於有骨頭吃 沒有咄鎚仔聲音的時候 就等於沒有骨頭吃 在這種條件反射裡面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都會有很多這樣的情節發生 有時讓你自己去留意一下 或者可能是響電話聲 又或者可能聽到鎖匙聲 其實我們人都是一種動物 你說條件反射跟人有沒有關聯呢? 其實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是有一個莫大關聯的關係的 這樣記住 所有的事物 其實我們都是在跟世界聯繫著的 無論中間加些什麼 都會是影響著我們所有的大腦上面的意識 記住,這一種叫做條件反射 說成本主要題 是層次的 其實無論中間的 有所謂的 是在層次的 社會事件反射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